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个所谓的重新再来的机会 而且从11月5号开始来说 以色列进行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 这个轰炸轰炸到什么程度 轰炸到什么 连救护车你都炸 救护车都炸 对 他在这里面炸医院 然后炸学校不说 他这个人在这个加上来有两个医院 一个叫西法医院 一个叫圣城医院 两个医院都已经被攻击了 圣城医院已经炸了 对 被炸了 炸了之后然后结果没想到 学校也炸 很多人都已经受伤之后 就还在行走中的救护车都炸 炸到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都说 你连这个救护车都炸 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全世界当然没办法接受 所以各国都有非常多了 反这个以色列里面炸得太夸张 你怎么连救护车都炸的一个状况呢 连联合国很多的组织 很多的委员都说 你赶快停火吧 你还就说你这个战争罪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炸呢 我就跟他讲 因为地狱时刻准备要来到 为什么 地狱时刻 对 我们跟你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为什么要炸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已经完成了对北加萨的包围 你可以看到 他们之前一直要包围这个 目前已经切断之后 现在已经进行围困 瓮中之鳖 他们这几天都有准备要进入加萨市 因为要进入加萨市 所以要更加的狂轰烂炸 炸到这个所有的地上的建筑物 最好能够摧毁都摧毁 我地面部队才能够快速挺进 而且我们跟你讲 以色列的国防部的发言人讲说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 把加萨走廊一分为二 这个一分为二的讯息就代表 我地狱已经全面包围北加萨 还有 这是一个发动总攻击的讯号吗 所以我也是 未来都说可能48小时之内 会全军进入这个 北加萨的这个加萨市里面 开始进行一个大反击的状态 那因为呢 他要攻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家就说 你美国老大哥 你出来说说话吧 就被想到布林肯说什么 一旦以色列停火 哈马斯可能会重启攻击 重启组织再次展开攻击 所以美国是支持继续攻击 对 美国站在你这边 美国现在呢 修出双航母福特号 还有艾森桃号 还有巴丹号 甚至这几天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意外的画面出现了 就二亥二级的这个潜水艇呢 他也要来到地中海 那你来到地中海的时候 他就浮上这个苏伊士运河 他就说我现在正在通过苏伊士运河 那你看到 我这个二亥二级的潜艇呢 准备要进入到地中海的这个状况 刚才讲的你的艾森桃号 你的福特号同时出现在地中海 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发生的事情了 结果 不但你是双航母 你连二亥二的 这个所谓的核潜艇都来了 对 所以你看 事实上以色列现在也讲 你除非把所有人子放过来 我才会停止 所以现在整个战争的局势 其实是并没有减少 并没有外界 跟你抗议减少 反而在未来48小时之内 可能会来到最高点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发 比如说释放了很多的影片 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总攻击 全面攻击 全面包围 进入到加萨市的准备开始了 我们刚才讲 轰炸完之后 他就出面坦克车 那他进去之后 他做什么 你看他炮轰 他不是乱炮轰的 他炮轰的地点 疑似是可能是地道的入口 他炮轰之后 让你 要么你就从里面跑出来 要么就是我先把这个入口破坏 破坏之后 你找不到回去嘛 所以我在外面给你翁中桌边 你是地道入口 对 地道入口上面会有一些尾床 会有一些建筑 对 我先把上面摧毁掉 摧毁掉以后 地道入口就出来了 对 地道入口出来了以后 我要么就下去侦查 要么就是 我把你直接封掉 对 他们会派士兵进去不说了 你看 他们还派什么 保洁他们还派以色列训练的军犬 他就把军犬放到这个洞里面去 你现在看到的视角 对 是军犬上面背一个摄影机 对 他背在上面 你看 他遇到人开始咬狂咬 那那以色列区 哈马斯的这些人员 根本没有料到会来这一趟 他们暗黑里面来说 他们也看不到 狗对你很敏感 狗马上就抓到你 就咬 你看 把他咬到这个 你看这个哈马斯的这个人员 你看被咬成什么样子 你看从这个狗的视角 你就知道这个 军犬攻击 对 军犬进去之后 找到人 然后全部开始 因为军犬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闻到味道 所以后面 你看 军犬在前面 后面有以色列的士兵在这边 他们跟着他 最大是整个这个战法 这样的战法 好 那除了这个 是地面下的这个战法之外 他们地面上也是一样 地面上来说 你可以看到这么一堆 一堆这个尘土飞洋是什么 他们出动工兵部队 有这个讲法 我们有讲过这个 D9的这个推土机 是 开始往前推 往前推的时候 推推推把整个所有的 你看 因为之前 以这个所谓哈马斯在这边 蛮有地雷 炸药 我就用这样来清空 那清空之后 这个D9的这个推土机 对 他不怕地雷 我直接把整个地雷推出来 对 好 推出去之后 然后就开始往前进 往前进来说话 这边所有的建筑 我都要一一的摧毁 我就讲嘛 因为这很多基地里面 可能有前哨战 有很多恐怖分子 买到这里面 所以我就用炮轰 炮轰之后 把他这个建筑粉碎之后 我再用推土机把他推倒 所以他们等于是 一连串的这个方法 但你看炸炸炸炸 总是会炸到 不应该再炸到 所以这几天他炸到什么 他不只炸到医院 他还连这个 贾巴利亚的这个难民营 他都炸到 他又炸难民了 对 那炸到这个难民营之后 我们难民已经很惨 就没想到难民营之后 水在那边流 为什么 这是他们存起来 准备要过火的这个水 就水箱这样炸坏 炸坏之后 你看这个水完全流光 你说那个水是 他们本来自己有水箱 自己有储水设备 储水设备被炸掉了以后 对 从里面流出来的水 对 好 那现在 我们刚才讲到嘛 从早到晚 他们都不断地炸 不断地炸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炸到什么程度 炸到这个难民营 很多地方都完全被炸毁 你看很多难民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画面 就是难民都散落在这个医院 或是难民营的四处 他们都在那边很慌张 因为不断有炮弹 打到他们难民营的这个状况 好 那刚才讲的是 现在我最像是盛城医院 是 之前已经警告了 盛城医院的底下 就是哈马斯的总部 他不断地警告说 你周边的人你跟我离开 也就是他开始在周边轰炸 结果盛城医院 大家想你总是不敢炸 这里面有一万两千人 一万两千人的盛城医院 而且是加炸走廊最大的医院 你炸的话不怕引起公愤吗 没有想到这两天 他真的炸了 对 没错 医院来说的话 照理说不能炸 结果人家说你为什么要炸 这个以色列国防的 国防部的发言人他就说 你看我们展示给你看 我们讲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周到的影片 这影片是什么 我们是在医院下面发到的 发现到的地道的这个入口 所以这就是证明了 我们就是他们标出这个地点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医院 医院的下面就真的有这个入口 好有这个入口的时候 他还说什么 他说还有人从上面来给我们攻击 还有在里面 他就说你看这里面有 他们有瞄准人 他说人来说 还有人在那边对我们攻击 所以这都证明了医院里面 真的是有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士兵在这边 不是我们以色列要指控说 他是这个哈马斯 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真的还说什么 不是说只有这个医院 他说什么 我们还有在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里面还有发现什么 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弹的这个 冰箱厂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你们都伪装成一些 你看医院 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场 还有小型游乐园 里面都是这个样子 火箭发射器放在儿童游乐场 所以以色列公布这些照片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们在无奈你 而是你们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几天 全世界讨论一个重点是什么 以色列居然攻击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救护车 救护车他说 你怎么连救护车都攻击 结果没想到 以色列就说 我跟你讲 这根本不是救护车 这是什么 已经被哈马斯用来当成Uber 他们用Uber来说 运送他们自己的武器 运送他们自己的人员 也就是他用这个 来伪装的一个状况 救护车是伪装 对 他们就讲 你看这是他们用的 他们就说什么 你看他用这个救护车 这个救护车 他们还拍 他说这个救护车放在哪里 不是医院 他放在什么 他们训练所 还有军事高层所在地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怕到说 万一我军事高层被攻击 或是我在这些 我要躲在哪里 我躲在这里面 然后车开出去 你如果敢攻击他 就变成是一个 我非常好的 掩护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工具 所以这个变成是 哈马斯用这样 那以色列就说 你看我们抓到你 你真的就是 他们就清楚拍到 有人跑进去 那这就是哈马斯的人员 这你听见到 这个战争也是宣传战争 也就是你明明知道说 你会用救护车当掩护 用救护车来作为 你的军事目的 但是你以色列要炸的时候 你也要做好功课 不然你就被骂死了 所以现在双方来 除了在轰炸之外 他们也有相关 你看 当然了 以巴勒斯坦这边来说的话 哈马斯就说 你看 这明明就是一般的救护车 你还弄到我们上面干什么 那以色列当然就马上公布说 我们有看到有人 从那边躲进去 所以双方的其实是在打一个 宣传战的一个状况 哈马斯当年不是省油灯 哈马斯他们也释出一些照片 不是你打我们 我们可以打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的士兵 在加沙城区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跑出来 然后你看 这爆炸是什么 爆炸是以色列的坦克车 他们说坦克车也受到攻击 他们就说 我们随便也摧毁了 10辆坦克车以上 就反正我们就跑到地上 或者就隐蔽隐蔽算 就攻击你 那甚至还有一个影片是 这是这个巷站的角度 他们就说你看我们在巷站 巷站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跑到 你看这互相在那边 就是哈马斯的角度 那我们就跑到这个 以色列的有军人的地方 就把他摧毁掉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就跑到地道躲起来 你看他整个画面是 跑到上面去跟你开火之后 又躲到地下 所以呢 目前为止 以色列为什么伤亡人数 已经有上百人 三四百人以上 就是因为 这个仗真的不好打 哈马斯也很凶害 对所以现在以色列能够做的是什么 以色列能够做的就是 我先把上面的建筑都炸毁之后 我现在在跟你进行一个巷站 跟这个城市站的状况 而且现在美国态度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的福特号 我的艾森号号 已经到这个地方 要求所有的周边不要轻举妄动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布林肯他也在周边 他也是把周边国家 就要求大家你就不要动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来了 美国包括说我们讲到 福特号艾森号号 还有巴丹两栖攻击舰在这个地方 甚至连二亥二的这个核潜艇都来了 来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美国是重兵压在这个地方 那你知道美国上次有双航母的时候 上一次在2003伊拉克战争 在上一次是 这个所谓巴尔干的波士尼亚 那时候的这个 要划出一个进航区的时候 都是这样 只有两次 所以只有两次 所以在这一次再次现身到 双这个地中海 所以告诉你说 老美我现在这个地方我照 那以色列呢 你又我照你 你就继续打吧 打到哈马斯被歼灭为止 董事长 这个战局到底会扩大到什么程度 不是看到说 现在以色列已经掌控了所有的局面吗 不是已经将加萨走廊完全包围了吗 为什么美国还是如林大帝一般 刚刚讲你有双航母 你有福特号 你有艾森号号 连你的两栖攻击舰 巴登号都来了 还不是如此 今天最让人惊害的是 你连恶害恶极的核子动力潜舰 你都送到这个地方 对 最罕见的就是美军会故意把他的核子动力潜舰 在通过苏黎世运河的时候 他居然会扶上海面 秀我的肌肉 然后公开的在这边巡航 然后通过这个苏黎世运河 让全东东全世界看到 这个看起来没有必要吧 对 因为你有讲 你刚刚讲的兵力那么大 对 航母的重队在这边 整个那么强大的兵力 然后你不要忘记 与世运总共现在动 包括动员后备部队 总共54万部队 他现在动大概10万人左右 去攻击哈马斯 对 他其中还有将近40万部队做后备 做预备队 那这个有后面有40万的预备队 然后又有两双航母的 双航母在这边伺候你 好 今天还再派出这个所谓的战略潜体出来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这表示说 这个战争越往下面发展的情况 其他国家参战的可能性 会越来越有可能 你说情势会升高 当然啊 所以你看到布林肯 好像这次带防御中东 他要去哪里去土耳其嘛 对 对 土耳其到底会不会参战 伊朗到底会不会参战 对 现在嘴巴要讲 伊朗就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们没有参加这个事情 我们被打怕了吗 而且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国 我们不是不会为了别的国家 而参加战争 都是这样的讲法对不对 但是这个讲法到底是 是真是假 你不知道 我认为那个是宣传战 所以因为美国不是笨蛋 以外不是笨蛋 他们部署了那么大的兵力 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盘算里面 他们的计算认为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会参与这场战争 你说战争还没有真正开始 不是这个太 普特拉这个预备率太大了嘛 我刚刚讲了嘛 光是以色列的这个整个部队 有将近四十万的部队 已经准备在这边等了 对 他这个耗费这个感觉 如果真实是一个所谓的区域性的战斗 他把哈马斯灭掉 对 那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结束了 又结束了 当然会不会这样发展 他们发展不会这样子发展嘛 这一定是一个中东的区域性战争 而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小的战斗嘛 所以他们定位已经很清楚 这一定是个中东战争 这第一点我要解释一下 然后第二点你要看 你们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哈马斯有宣布说 他们炸毁了以色列的这个 十艘坦克 以色列的主力坦克叫做 梅卡瓦的主力坦克 这个坦克在全世界上非常有名 它大概六十几公顿 六十几顿 最重的一个坦克 为什么 它的保护力是全世界最强的 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如果这两天就看到 它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就发现说 以色列的一批战车 在往前 再前进的时候 结果居然没有谁办步兵 没有看到谁办步兵 然后就看到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部队 偷偷跑出来 就跑出来 就在战车上面直接直接放炸弹 然后直接拿个火箭炮直接攻击 就把战车炸掉 那战车是炸掉没有错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画面 都没有看到空中的画面 空中有什么你知道吧 有什么 有无人机 全部是无人机 它的诱敌嘛 它以后你出来 不知道怎么知道你在哪里 对不对 你就地上 所以坦克是诱敌 你从那个地道里面跑出来 它从雷达无人机画面 这个热显像系统 全部把你搞得清清楚楚 你出来放个炸弹跑 对 跑到它下面什么东西 就开始轰炸 就跟你了 它后面都跟上你了 你不是说小狗给你看到是给你画面 这真正厉害是它专地站嘛 它一炸下去的话 一个整个地方 整个炸掉 你看这个区域性 你看那个炸弹 它整个爆炸的那个威力 包括那个爆炸所出现的那些破坏的痕迹 但是整个 所以它这个 它的诱敌的射力是很硬实的 怎么可能说有一个 有一个实体海战车 在路上跑 然后没有任何步兵 而且它那个战车的特色就是刚才 今天起炸 炸完回去修一修 它一两个月又回到战车 可是我怎么可能让一个步兵 然后接近我放一个炸弹 就可以跑掉了 怎么可能就是这么 那个问题哈马斯很高兴 宣布胜利嘛 就炸回了自己的坦克 那个坦克本身极有可能就是引诱你出来的坦克 但是诱敌深入 诱敌出现 当里哈马斯战士出现以后 它的其他的配备 最重要的我刚刚讲到 你为什么那么多画面 无人机啊 它的无人机在空中 它有绝对的空忧 对 它是从卫星 从它的空中的侦察机 从无人机 它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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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忧 整个把它照住整个场面 然后一个区域进出以后 还更厉害 它把你屏蔽掉 无线电把你屏蔽 把你的电话 除了你用有线电话以外 你要回到最有最原始的 Walking Talking 有线电话 最有最原始的有线电话 其他所有的有 所有通信是装备 全部屏蔽掉 但是这个 但是绝对优势嘛 所以他拿下哈马斯 而且他的战损 会在最小的情况之下战胜 这不是问题 所以拉大雅夫对这个 停火的概念很 他讲他讲的调整很简单嘛 他说除非你要开始 释放人质 其实他能够 他会释放人质吗 他就是会释放人质 拉大雅夫会停止吗 不会 也不会停嘛 所以他会继续杀下去 杀到底嘛 只要杀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在上礼拜讲的 他是在暗中进行 他在黑暗中 他在暗中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外科手术室 他说暗中进 你今天连人家救护车都炸了 人家医院你都炸了 好 你要注意到 我看到他的IDF的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 发言人的画面 他是厉害的 他不是跟你讲说我炸医院 他把医院被炸这个医院 上一次发射飞弹火箭弹的画面 给大家看 他在医院发射火箭弹 医院的旁边 就这个发射口 他把这个相片照好了 给你看 他在这里炸我们 然后我炸他什么不对 那你医院旁边说 所以他不是给你看一个洞 我们现在看的是洞 是鬼是炸完以后的 他会在八栋攻击前的画面 都拍了 全部都拍得好好的 完整的给你干了 那救护车拍好的 15个人死亡 然后车上的所有是武器 全部被拍好的 救护车上都是武器 所以他有后面 我刚刚一直讲 他有空中的空房 包括他的战后的这种摄影系统 全部都会拍好的 所以他跟你联合国吵架 他有东西可以骂 他说我 他们不是救护车 他是根本是军火的后备车 他就拿这个来搞这个 所以以色列这些东西的住战 准备工作 做得非常完善 尤其他是绝对的空忧 而我刚刚提到 他把无人机做了一个 非常彻底的大量的应用 好 这边 另外一次 以色列对军方宣布一件事一次 他透过F-35用AIM-120的飞弹 将一枚的薰衣飞弹给打掉了 为什么这个讯息 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色列的空军就真的太强了 以色列使用F-35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如果以色列是在2018年 这个买到也取得了这个F-35的战斗机 现在他在国内有35架 39架 那准备要买到75架 一架1亿2500万美金 将近40亿台币 但是这么贵的战机 却让这个以色列使用 如必实质 比如说你看画面 他现在创下了这个全世界 Z型战机的第一个记录 就是他可以用空中的战斗机 击落一枚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这个很难吗 这当然难啊 很难 你想想看一般我们在防空飞弹的体系 防空飞弹是在地面上固定不动 它只要计算好来袭的这个飞弹 它的轨迹和它的这个轨道 然后呢瞄准好之后 赶快发射一枚 两枚 三枚 去拦截集中一枚 这个地对地的飞弹就好 可是以色列这个不同 它是本身它发动AIM 发射AIM 腰两栋的先进中成攻对攻飞弹 或者是AIM-9X的响尾蛇飞弹 那你本身战斗机F35它的最快的速度 也要1.6马赫到1.8马赫以上 它也在行进的 它也是在飞行行进快速飞行当中 然后它又要发射飞弹去锁定 我刚刚讲的那个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那你说那有难度耶 很难 本身两个都是快速移动的物体 比如说那个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它一定也是超过三四马赫嘛 那你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 空中的战斗机已经飞行速度一两马赫 以上了 那你发射了这个飞弹 要去拦截它 飞弹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你要瞄准它 要精准的打击 那要有非常强大的电战系统 跟它的这个F35上面的战斗机的电脑 所以你说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 你从透过空中武器用飞弹 把一个巡异飞弹给打掉 而这个打掉你刚刚讲 F35的计算机 是以色列特别设计的 是 当初以色列跟美国买F35战斗机 F35我们都知道分成A B C 为什么以色列的战斗机叫做I 那就是因为一方面以色列的这个 它的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 那还有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卖F35战斗机 比如说给日本给这个韩国以外 全世界唯一一个 F35卖给你 你可以把F35的这个 ALIAS 它的这个后勤任务资源体系的 所有作战电脑 美国授权你 你可以改 全世界可以以色列做得到 美国为了怕这个 以色列改的电脑 而且它的资讯外露 你知道开F35战斗机 有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你不可以有双重国籍 你只能有以色列国籍 然后还有 你不可以有开中国的汽车 以防机密外线 连中国汽车都不行 他要求以色列要自建一个 以色列云 以色列云系统 就说怕你有些 他发现以色列的国防军 军事官 有些是买比较便宜的 中国大陆产的汽车 那中国大陆产的汽车 有时候我们会跟手机连结 这个机上 那个车上有这个 无线的这个 可以不用免持听筒嘛 那有时候手机跟那个免持听筒 他会造成这个 机密情报私信的外泄 所以他要求 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 士官尤其是飞行员 如果你有开F35战斗 那你就不能买中国大陆的车 我不去摆比亚迪 所以你就知道 他限制很多 就是因为他有很强大的电脑 这一次击中了他 那当然以色列国防军 又再创架一次战绩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以色列的这个 国防军他们的F35 他们就成功在2022年 创下一个纪录 击弱了这个两架无人机 所以今年又再升级 击弱了这个 夜门的这个 胡塞青年运动组织 他所发射的这个 地震域飞弹 所以又创下了另外一个纪录 战争发展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非常困惑是 伊朗呢 土耳其呢 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 不是大家都非常火大吗 伊朗不是讲说 你已经踩到活线 你比我们大家要有行动呢 可是现在 你都已经把加萨走廊给包围了 都已经把一分为二了 都已经开始轰炸了 都已经炸的平民老百姓了 那为什么这些周边国家 随着以色列的轰炸 越是轰炸 越是静悄悄呢 对 周边这些国家 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 同情阿拉伯人没有错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阿拉伯人 但是问题是说 遇到这种以色列 这种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以色列处理哈马斯 他们不敢吗 他们不敢 嘴巴讲一讲而已 深远一下 但是接下来 他的动作 这个做法基本上非常保守的 他不可能说 真的跟以色列来做正面冲突 你想想看 你有人想说 在过去的魏国战争 在这个数学六日战争 在赎罪日战争 他们被以色列打怕了 是啊 打怕了之外 但等这个国际情势也改变了 我们先讲这个 厄埃二级前水平 厄埃二级 为什么跑到苏伊士运河 你知道在那个 《金爆十三天》那部电影当中 那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马拉 曾经跟他的海军将领讲一件事情 说你没看到这是甘乃迪总统 跟赫鲁雪夫 在海上进行对话的一种方式吗 所以什么意思呢 军舰是用来做政治对话的 什么意思 我要再讲一个清楚一点 你想想看 埃及它是阿拉伯国家 对 那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在掌控的 他怎么会拿过去 那怎么会让美国的军舰 那也出现呢 代表说埃及是站在美国这边 当然以前美国在修复这个 苏伊士运河过程当中 都有出很多钱 那过往我查了一下 2002年的时候 中共军舰曾经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美军军舰强行插队 然后故意要干扰这个中国军舰 那为什么美国可以这么做 就是埃及隆虚 那一般来讲 这种苏伊士运河是商船在跑出去 那能够让军舰在跑的话 除非特别时间 不然平常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你要过路费是非常贵的 因为军舰有优先权 好了那军舰有优先权的话 进入到埃及的领土当中 那代表说埃及站队了嘛 埃及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嘛 埃及不是讲吗 他当时要去站在这个所谓的 巴勒斯坦这一边的啊 身体是诚实的嘛 身体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嘛 那你再看看 布林肯正经跑到哪里去 跑到伊拉克去了 跑到伊拉克 伊拉克也是诚实的嘛 他本来就亲美政权啊 伊拉克的亲美政权 所以你看他周边 土耳其在干嘛 土耳其阿尔顿他就是在想说 我每次只要有一个事件发生 我就必须要勒索一下西方国家 你就吵吵闹闹 对 为什么呢 你上一次不是这个 芬兰跟瑞典要加入这个北约 北约的时候 结果突然间大家都支持 土耳其跳出来说我不支持 然后大家就开始给他摸头 摸完之后 同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土耳其常常运用国际争端的 这过程当中呢 去要价 去勒索 所以土耳其不用太理他 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不用太理土耳其 美国会给他的一些favor之后呢 他大概已经就差不多 他就会支持在这边 所以你看起来周边国家 都倒到美国这边来啊 表面上嘴巴讲的是力挺巴勒斯坦 但是动作 这个做法你看 美国就是故意给你看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水士运河 水士运河就是埃及的这个领土之一啊 只是说他国际运河 他开放给各国来使用 那现在他已经站队在美国这边 你觉得说 阿拉伯各国家根本第一个 我怕死以色列 第二个 在现实状况下 我也不会去挺哈马斯 对 所以没有人像什么 要听伊朗这边的指使啊 只有像叶门那个笨笨的那些 才会丢几颗飞蛋 来表态一下 不然的话他以后怎么跟 这个伊朗讨东西呢 所以其实在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看到现在 连美国都告诉伊朗说 你不要太过火 你打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这个什么人道主义 人道精神来讲 我被大家也骂翻了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以色列不是不会打 以色列是看怎么打 所以你看到 美国还叫他说 你要用小当量的武器 你不要用太大的武器 你那个一颗丢下去 就一千磅两千磅 我现在丢给 我给你这个五百磅 或是两百磅的左右 这个就好 适可而止 对 适可而止 程式战不要这么打 所以看到 以色列的战术 战法来讲的话 基本上他是可以 处理到哈马斯 而美国这些 索尔作为 其实都在建制伊朗 那你现在 在周边国家全部不动 不敢动 不敢动 逼着伊朗出头 对 那本来来讲 那你如果伊朗不出头 你在这里的话语前 也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嘛 就因为他的国力 就会是视为 他的影响就视为 这也就是美国所要的 因为他要的是 俄罗斯衰败 他要的就是伊朗衰败 他也要的是中国衰败 如果他用这种方式 来处理邪恶轴心的话 那美国还是在国际社会 独抢的 玉逢 在这个加萨走廊 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鼓祖是乌克兰 对 乌克兰说 哎 现在全世界焦点 都跑到了这个以色列 跑到了加萨走廊 那他们被忽认 忽认有一个新的新闻是 现在乌克兰的大炮 居然有80%的时间是闲置的 因为没有炮弹了 对 其实伊巴斯战 就是冲突之后呢 因为乌克兰最晚了 他最惨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每一天 要发1万发的一个炮弹 过去来讲的话 北欧的一个团队 还有美国都给他们 但现在来讲 你一天1万发 一个月大概要35万发 可是呢 现在没有办法交货 没有火药 没有弹炮了 所以呢他们把这些东西 就拿去什么 做一个整修 一个整备 现在的大炮 大概80%的时间是闲置的 而且呢 美国跟这个北欧 已经告诉他们了 暂时之间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可以交付给你们了 因为过去来讲 俄罗斯他一天打几万发 打5万发 所以呢 乌克兰用1万发的一个炮弹 其实已经是1比5了 但是呢 他这个部分 还有办法去压制对方 可是过去来讲的话 他们是拿这个北欧很多国家的安全存量给你 反正你先拿去用 我慢慢的生产 等到你用完之后呢 我生产的安全存量够了 我再支付给你 可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没办法了 尤其是美国 美国已经把重要的一些部分呢 不重要的一些quality呢 都以以色列 给了以色列 所以现在乌克兰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的战事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们说 我们如果再赶快的来加紧生产的话 难怪责任司机极了 对 极了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一个月要35万发 现在恐怕最多只能给到他17万发 事后 有人讲到 银行的信用其实跟皇后的争吵 我讲是不可以被怀疑的 没错 当你的银行的信用被怀疑了 你就会有起退 你就会有金融风暴 之前我们讲到 大陆有一个在广东 他说 我存了1000万的人民币 到最后 我居然被挪佑 挪佑只剩下6毛 然后他告诉吴门 那你讲说那是单一事件吗 今天有个新的 但大概是什么 6000万的人币比 和2.6亿的台币 2.6亿的台币 去存到了 而且是招商银行 是中国第六大银行 存到这里面 竟然只剩下25万 2.6亿只剩下25万 然后也是 告求告无门 对 没错 我们就讲中国的银行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现在轮到 招商银行都出事 招商银行 我先跟他讲 他的江湖地位 江湖在中国有四大银行 工农交建 但是他大概是 第五或是第六大 然后他是最早最早民营化 而且大家都说 他的业务能力 或是获利都相当好 一家公司 获利很好 如果你是用获利来说 他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而且我们先讲 他目前的市值 大概折合新台币 是3.7兆台币 这么大的公司 就没想到 他居然偷人家的钱 把人家从2.6亿的台币 偷到剩下25万 你能够想像吗 3.7兆台币的市值 你连2.6亿的钱都要挪用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一个湖北操作公司呢 他就说 他又发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 中国上市公司 他是上市公司 对 你连上市公司的钱 你都敢骗 所以他必须要发 他发出来就说 我们关于部分银行存款 被转化为 风险提示性的公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原本存了 约某是折合新台币 在2.6兆 到中国招商银行的 南京城的城北分行 就没要化进去之后 没想到他这个钱 我是存在我的账户里面 就没想到银行跟你说 他已经被花入所谓 保证金的存款账户 保证金存款账户 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挪用到 因为什么 我工商银行 我跟北控公司 还有这个 南京的这个 农园的这个 惠能公司 我在这两家公司 我有欠他们的钱 所以我保证 我必须要拿出一些保证金去 保证他们的票 是可以挤兑的 是可以兑换的 所以我就把你的钱 挪到这两家公司去 那这两家公司 如果你照理说 如果你这个 这两家公司是跟 湖北的这个操作公司 有往来的话 那我还可以接受说 啊 好不好 你就把我们的钱 挪去还给他们的钱 OK 但是后来 湖北的操作就说 这两家公司 跟我们一千块钱都没有 一千块钱都没有 所以就说那是银行 你自己挪用的钱 到那个地方去 那你说因为你银行 已经现金短缺 所以你在搞这样一件事情 对 就是被他说 你到底是什么 你出什么事情 你银行真的是没有钱 可以去承诺 你承诺人家的钱 你应该给他们的钱啊 怎么会跟我们 公司存钱的钱是有关系的呢 其实我给你2.6亿 你给我换了账户 换了账户以后 你再放贷给别人 对 放贷给别人 别人还不了钱 银行就跟我倒账 对 所以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要说 只有这件事莫名其妙 没有 那最近一段时间你知道 中国很多 尤其是乡镇 乡镇地方 很多民众在抗议维权 为什么你看 那不是单一事件 不是单一事件 这些都是我们从网络上 或是最近发生 因为现在很多讯息都被屏蔽起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等了600多天 很多中国在前一阵子 很多村镇银行 不是都暴雷吗 暴雷的时候他们就说 我们要钱啊 我们要 我们这个银联卡 完全都领不出钱来 然后他们就 譬如说很多时候 会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去 去 要求说他们要还钱 那你看 其实不只是河南 连安徽啦 很多地方很多村镇银行 都是这个样的局面 他们都上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抗议啊 但问题是这些都没有办法 人家都没有办法还你钱 那甚至还有一个账户就说 一个大连的出户 600天都领不出来 600天 600天 然后他就自己是 剪菜叶过日子 那甚至还有一个烧心的出户是说 我母亲得了癌症 那我的银行被冻结了啊 我没办法拿钱出来治疗 所以我母亲就因为这样过世了 所以那些我钱存在大连 600天都拿不回来 我的钱存在大连 结果我每天要剪菜叶过日子 所以那市场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概涉及的规模 有上百亿台币以上 这钱都完全动不出来 刚刚讲到你割韭菜 割一般老百姓韭菜是一种事 你如果觉得割的上市上柜公司 上市公司的韭菜你都敢割 就代表你的金融有多大问题了 对 你可以试想吗 我们台湾的大银行 然后去跟上市公司拿钱来 这个说我们现在欠钱 把你账户拿来挪用 这政府完全不能想象 可见他们的金融状况 比大家想象更加严重 好 那除了金融状况严重之外 还有个什么 地方在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网路上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医院 这是在 约目是在河南的 这个医院里面来说话 这个一个叫儒州市的这个医院 这个是妇佑医院 就副医院你看他们在抗议 为什么 医生就说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钱了 结果他们去跟这个地方的 卫健委去抗议 然后卫健委说 我们也没钱 所以没办法 这个拉倒 这太无赖了 对 你今天欠医生跟护士的工资 就卫健委就是你的 有些人是他的卫生局 是 我去跟卫健委讲 你要给我钱 居然就两个字 没钱 没钱 而且他说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结果这件事情就 在网路上大家讨论 这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他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家医院 其实长期就已经 已经就是被列为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他 过去一段时间 营运就不佳 就没有 营运不佳 他最近还跟人家买设备 他最近还买了这个 300万的这个设备 所以就说你看 中国人 连医院都这个样子 好 那除了这个监医院之外 还有另外一家医院也是一样 这叫湖南的康雅医院 康雅医院 他们也算是 当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医院 就没有营运 我看了这个康雅医院的介绍 对 他现在看起来有模有样 对 就没想到 他们就说 因为我们营运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要被 这个益阳市的这个中心医院 把我们接管 接管 你看这么大一个 然后就完全的员工就解聘 解聘的时候 那你解聘可以 你要清算我的劳资 你要把我欠的钱还我 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反正我们就直接办 欠钱就一笔勾销 对 就没有 就接收就接收了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就收到这个通知 他们已经700多天这样子 一直在那边等着我们的钱 就完全都没有 好 那你要说 只有这两家医院 没有 你看 这个江西的这个教师 也是一样欠薪水 另外一个廣 厦门的这个地方 工业区 工人说 你已经欠薪我三个月了 另外还有 山西的这个 这个所谓煤焦的这个集团里面 也是一样抗疫 所以现在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到处都是欠薪啊 然后没办法营运下去的 连医院都营运不下去 然后连这个 连招商银行 都要投上市公司2.6亿 我是一个3.7兆的市值 我居然挑2.6亿 你可见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 好 国队 现在中国经济有这么差吗 我们知道 经济差的最后征兆就是 你发生金融风暴了 对 而且中国可怕的是 大家都没钱 那没钱怎么办 拿东西出来卖嘛 现在是房子都卖不掉 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 房子卖不掉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什么 最可怕不是雷曼时刻 而是天天都是雷曼时刻 这才是更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刚才看到了 是广州跟赵商银行都出事 那都是中国一线的地方 现在更可怕的是 广州这样的地方 本来房价跌很少了 现在很多人没钱嘛 没钱怎么办 因为都缴不出钱了 只好把房子开始卖掉嘛 卖掉才有钱 不然地方政府怎么有钱 所以现在是保利地产 本来九月一平还可以一平米 保利地产 是中国军方的 保利集团的 对 军方的有军方色彩的 而且是太子党的 这件事情可怕不是叠价 而可怕的是 当这些价格一开出来之后 民众马上来抗议 抗议之后 地方政府说 那不要不要卖了不要卖了 因为怕丢脸 怕会产生社会暴动 结果没有卖掉 没有卖掉就变成 钱就拿不回了 对 所以大家都死了 死撑在那里 双方就陷入一种焦灼的状态 所以你说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 就变成一个死钱了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你刚刚讲的我就是卖不掉 卖不掉了以后 我地方根本没有碎收 这变成了一个 无法处理的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今天建商我就干嘛 我要折价 折价以后 我就要折价半 可是我已经买你的房子的人 我已经买了你的房子以后 我就眼神是看到 我的房子腰窄 这个人就抗议了 当然抗议有多大 我们看到那个折价 金融时报有去算一个数字 刚才看到折价是50% 惠州是广东 再来是武汉 这就是一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 中国整个房地产总额 是有300兆金额这么多 如果跌20%而已 就是数值兆 你又把30兆除以 20是60兆 等于全民的资产 都会跌到60兆 这是多可怕的资产减损 这一二线城市 全部往下跌 所以为什么 交易量完全停滞 没有人要买 因为你不跌价卖不掉 你跌了 人民都抗议 多可怕的资产损失 300兆到400兆 跌50% 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跌50% 就代表我现在已经买房子的人 我的身价就少了50%了 你房贷还要继续缴 你是负资产 你要缴一辈子 你根本没有办法填那个洞 对齁 如果我还要再卖的话 搞不好 连我的贷款都付不起 对不起 招商银会通知你 你还是要把那笔钱补足 所以你刚才亏了那500多万 还是你的账 这是可怕的负资产 你是一辈子还不完 但是对房地产业者来讲 一个雷一个雷爆 你不卖 雷会继续爆完 所以最惨的是房子没能盖 没能盖就没有消费 就业率就上不来 你说台湾也受到影响了 当然了 因为中国钢器有23家 上市公司13家都赔钱 中钢寄出了15年来的库藏股 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 因为都在赔钱 没有办法 中国把钢铁卖到全 因为房地产没能盖 没有能盖 水泥没有药 就业率就上不来 没有人买房子 所以中钢就非常的惨 因为我们的中钢 我们其实很多的 以东南亚 以亚洲为市场 现在中国 根本没有在盖房子 我生产那么多钢 我就低下请销 低下请销 就冲击到我们中钢了 他们是赔钱卖 所以中钢也没有办法 外销的部分都在赔钱 所以现在也赔钱 15年来第一次用库藏股 上一次是金融大海啸 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 那连中国的进口也受到影响 中国进口 现在习近平开了进博会 这是习近平创造一个 万国来潮的景象 就是所有国家进口博览会 来买中国东西 结果出现什么状况 变成小额金 没有台商 愿意去摆摊 因为都没有成交量 没有台商要进去 台商本来参展的加速 少了81% 欧盟也没有人要参加 为什么没有人要参加 因为我摆摊之后 没有成交 变成一场政治大拜拜 所以董事长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是 李克强大家为什么这样怀念 就是因为大家对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经济 还有一点一点的期盼 如果李克强没了 这个期盼真的没了吗 保健你要知道 李克强那个十年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然后最后的十年的光辉岁月 而且那最后的十年 当中有好几年碰到疫情 然后碰到所谓的反贪腐 已经有很大的挫折了 让李克强的发挥的空间 已经在缩小中 但是他也面对问题 有承认的中国经济实际上的困难 包括有六亿人口的收入 是在一千人民币的这种贫穷线 所以这都是事实的问题 但是到了现在的中国经济 是跟中国政治完全挂钩在一起的 你要知道 你现在看到李强在开会 看到谁在开会 那都是假的 真正的决定事情只有一个人 习近平 就习近平 一把抓 统统抓在手上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习近平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几个字跑不掉了 对 所有的事情 不管大事小事 经济当然是他要搞 所以他中国的金融会议 也是他主持 他去人 他连人民银行都去了 他统统都是他管 所以你在那边讨论 什么经济问题都没有用 完全就是他老大 一念之间来决定事情 一念之间 他认为他一把抓 最严重的问题 还不是经济医务问题 最后就是失业率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失业率 曾经停止发表公开数字 对 最后的数字是多少 二十 二十八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 没有忘记了 四月份的时候 二十八个百分点 后来就停止发表数字 所以不敢发表 那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当年轻人没有工作 他会干什么 造反 他的体力旺盛 他会闹事 他闹事会给你搞很多事情出来 所以他现在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是各个 他现在是遍地烽火 遍地烽火 他那房地产这种不可能做东西 他都出手去救了 所以他这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因为他国家现在是 已经整个总的财力 总体上来讲的话 是在萎缩当中 所以他开了很多会议 包括国际的会议 你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征兆 就是说过去很多圆外计划 现在没有了 没钱了 没钱了 就没有钱了 巧妇然后吴敏 你没钱要当老大 就很难当老大 刷刷嘴皮子可以 所以中国现在不能当老大了 他还是当老大 他是邪恶轴心的老大 他现在是反美的老大 因为在反美这方面 他是老大 没有话讲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世界上两个战争 两个战争的背后 俄乌战争跟中东战争的背后 都是中国在作为主要的主导者 这是事实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对他经济有没有改善 没有 因为经济要回到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 换人家回到什么东西 你还如果用国际民退的话 你的民间企业 你的民间企业继续衰退 你的金融不救民营企业的话 你的整个的力量还会很难支撑 而且最重要的客户是谁 最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不断地在杯葛 不断地在制裁你的话 你怎么处理 另外小事一桩 就是在碰到一个鸿海这个事情 你鸿海这种事情经常搞的话 台商啪都怕死了 嚇都嚇死了 逃了嘛 我昨天看到凤凰网 讲了一大堆的这个 凤凰网不是网路乱讲 凤凰网直接就讲说 洞要去 什么 什么鸿海现在的员工的加班 不准加班 然后让员工减薪 薪水收入减少 写了一大堆坏消息 凤凰网直接 凤凰网算是一个 正式新闻媒体 写了一堆有的没有的 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 我立刻就把它传给这个鸿海的高层 我这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跟我回事个字 他说胡说八道 就是这种 你了解我意思是没有 你这种打击企业 重大企业的这种方法 就到处都 你都无所不用其极 整个失控乱套的方式 企业怎么办 一条路 我有脚我可以跑掉 董事长 每一条电子包 以前都是在做总统大选民调 今天你们居然加上了 这个立委的选举 你们的第一个 就做是港湖区的 港湖区里面 李彦秀43.5 高加于26.3 吴兴代 吴兴代已经被民进党抛弃了 居然还有12.1 可是有趣的同一份民调 针对同一区选民也是港湖区 居然是赖清德最高 再次侯友宜 37.1 29.6 还有柯文哲居然最低 只有17.8 柯文哲在他的港湖区居然只拿17.8 港湖区原来的这个市议员是谁 是黄珊珊在这边上出本盘 对 黄珊珊上次在港湖区的投票 拿到20% 所以柯文哲现在拿到的 17.8 差不多 所以他其实柯文哲在台北市 目前包括今天的这个整个 整个全国民调来看的话 他还是在台北市倒数第一名 所以这个局已经结构已经形成 对 所以李燕秀的43.5 是国民党全部吃掉 最有趣的是高嘉宇的26.3里面 民众党有五成支持他 所以民众党是支持高嘉宇的 不是 民众党在这区全部支持高嘉宇 所以就算是柯文哲今天蓝白河 他跑去帮李燕秀站台的话 第一个 他没有力量 17点多 第二个 民众党已经选择支持高嘉宇了 这个票也不会过来 所以外面就有误解说 这个母鸡会带小鸡 柯文哲是最好的母鸡 错 没有这回事 国民党本身就很强 国民党的小鸡 你看到没有 国民党的小鸡是43.5 对 他的母鸡是多少 29.6 对 母鸡比小鸡强 所以你说这一次的选举 会出现一个分裂投票 这一次国民党的立委 是比他的总统强的 这区就是强 你看到没有 很多区就是强 对 我刚才讲到 我再讲一遍 这一次就很清楚 大家都会讲说 你会不会分裂投票 通常当时讲 为什么蔡英文这么高 蔡英文高 就会带动他的立委也高 带动他的政党也高 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 赖清德在港湖区 要拿下37.1 侯友宜29.6 柯文哲47.8 可是在立委这边 李彦秀43.5 高嘉宇26.3 吴欣代 你要讲12.1 是铁打不动的 对啊 然后你看嘛 你看吴欣代加上高嘉宇 是不是等于这个赖清德 对 对啊 刚好38.4 38.4 对 再跟他37.4 所以一样相当 对不对 这是分裂投票的嘛 分裂投票 你赖清德的37.1 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对了 对 这刚好是相当嘛 对不对 所以你在看嘛 然后你问题是说 这个目前确实李彦秀 要看有意思是说 李彦秀个人的43.5 比他的母鸡的侯友宜 要高出很多 29.6 所以我讲 这个我相信 这个我们又选了几个PK区 哪有 我跟李彦秀 我们选了几个有争议选 就是有这种 国民党要有能力有可能五五波翻盘的区 下来做 我第一个做出来就是这个区 我看了我吓一跳 怎么赢那么多 赢太多了嘛 那当然 赖清德公开的讲法 也跟我们的这个说法吻合 所以跟柯文哲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柯文哲不代表 真的对民调是外行 所以整个情况来看的话 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小鸡 去拉抬母鸡的情况 里面的水 怎么赢一个小鸡的水